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动健康、有机、公平贸易等 向市民传递绿色生活的概念 但近年来市场开始出现饱和 竞争越来越大 游学方希望可重新检视业务 作出业务创新的部署 游学方现时有两大核心业务 包括为社企、自家出品 或者进口的有机公平贸易的食品 提供食物标签咨询和制作服务 以达至符合有关法例的要求 另外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企业讲座 工作坊和专业培训证书课程等 近年多了很多环保团体 推广绿色生活 市场已经大致饱和 因此很希望在业务上作出新的尝试 今年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总指联盟计划 我们公司迪德斯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一直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作为企业除了赚取利润之外 都要用爱心去背贵社会 这个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 业务协助一些慈善团体和非牟利机构 提供企业管治的相关顾问服务 今次总指联盟计划里头 我很高兴可以与游学坊配对 我们观察到游学坊需要制定新的市场策略 去吸引更多的潜在企业客户 他们可以透过企业人力资源部 作为主要的对接窗口 协助推广游学坊的产品采购和企业工作坊 工作坊的主题都需要加入 Lohus、Go Green和Sustainability 这一类的新元素 去吸纳更多企业客户群 在社交媒体推广上 可以加大力度 上载不同的宣传片 吸引更多的关注 最后游学坊正面对市场饱和的挑战 因此是很鼓励游学坊 尝试多元化的发展 走得更高更远 这次种子联盟计划 给我们有机会和游学坊分享多年来 市场推广和营商实战经验 在协助项目过程中 我们获得了很多有关绿色生活 和有机产品的最新市场资讯 好友得着 达致相赢 种子联盟计划 协助我们配对了一间很有经验的 迪德斯管理顾问公司 在协助过程中提供了很多管理的经验和建议 对游学坊未来的发展有很大啟发 在长远获益方面 迪德斯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市场拓展经验 肯定了我们拓展海外环保游学团 以及下令营的业务 我们未来的新尝试 将会是筹办一些到芬兰和纽西兰的学习活动 一个成功的社企除了不断努力之外 也需要不断创新求变 希望由何方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在未来创出新天地 好多谢种子联盟计划 和今次配对的企业 迪德斯管理顾问公司 希望种子联盟计划 在未来可以帮到更多社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